素颜男仔又来了 夏天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 对我来说最害怕的就是地地铁地公雕 倒不是我有什么偏见啊 但是确实那个味道真的让我窒息 前调呢是从鞋底里蔓延出来的浓郁的脚臭味 中调是一个抬手散发出的那种酸爽的汗臭味 后调是从头顶飘过来的名人的油脂味 是不是开始皱眉头了 都还好 更可怕的是这些味道是从你身上也发发出来 想想你在旁边的人皱着眉头 捂着点鼻子 我想想都尴尬 所以今天就来给你们分享这种尴尬时刻 可以给你救命的那种神器 第一个小林之耀的除臭除菌喷雾 很多汗嚼它就是容易在夏天嚼臭 本身就是皮肤自己产生了有害的细菌 所以根本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粗节除菌 这个喷雾不是简单的用香味盖住你的臭味 它是可以除菌来抑制住这个臭味 味道只有非常淡的微微的清香 每天回来之后你就对着你的鞋袜鞋柜喷个两三下 消臭的同时它是可以抑制细菌霉菌的繁殖 那你也可以放一个在办公室里啦 偷偷的喷在你的袜子上还有鞋子里 它有非常明显的快速抑制绞车的效果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这一款呢是针对伐木鞋运动鞋的皮鞋用料 第二个阿拉巴拉的止汗石 它的味道就是小时候我奶奶给我买的 一大罐的爽身粉的味道 还有一点肥皂的味道 这个味道就可以很好的隐藏掉你的小秘密 会让人觉得你身上的味道就是 你的衣服刚洗干净的味道 不会太刻意 止汗效果真的很不错 像我这种出汗量也不算太多的 夏天可以保持一天 如果说你真的很多的话 可能补涂一下 最重要的它很干爽 不是那种湿漉漉的止汗膏 所以不会粘在衣服上 它还有其他两种味道的 我觉得这个味道是最自然 最刻意的 你们自己选 最后一个应该所有女生都知道 荣誉油头的 塌头的 这个巴拉巴拉免洗喷雾 男生女生 一个四季都可以投一瓶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用过的都知道 你就是离你的头一辟的距离 碰在头发上 它会变成白色的粉末 然后再抓一抓 那个粉末就可以吸走你同样的油 同时呢 让你的头发变得很蓬松 碰完之后就感觉你刚喜欢的头 而且呢 有非常清爽的香味 还能盖住你油头的味道 这三样基本上可以解决夏天所有可能